現在是Cardino晚上 10點20分左右 這麼晚還是這麼的熱鬧 把11點40分往巴黎的夜車 這個車子快進展了 因為剛剛下在Cardino怕找不到 我也找不到離車 這個就是夜車 這個 這個歐車 兩人房的歐車的 裡面的情況 現在造過去的是衛生設備 這裏是 TOILET 和這個沖澡的地方 就單獨一個 單位 那裏是沖澡的地方 這裏是TOILET 那所有的用具它都有 現在是在 上層 車子好像已經開了 上面兩邊都有置物架 這邊可以換行李箱 雖然是不是很便宜 就像住在旅館 小巧玲瓏的旅館裡面一樣 那明天一早8點40就可以到巴黎 就可以省下半天的時間 也可以省下今天晚上的旅館會 這個 這個 臥部 上面 有兩條皮帶可以 這個 安全 保護 然後下層 這個梯子是爬上去的 裡面很窄 但是兩邊還好 上面兩邊都可以放東西 所以可以換行李 加上供應冷熱水 還有 所有的關係用具都有 還蠻適用的 還有兩條毛巾 大小 跟旅館差不多 現在 早上8點30分 這個 送來早餐 上外一看 這是新的花果 早餐很順 很豐富 現在早上 8點40分 到達 巴黎的 巴黎的 車站 這是靠近 梨翁車站的一個小車站 我們剛剛下了這個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